面積僅次於大安區 就是說有貓空、貓爛 但是我們的預算 連十二分之一都沒有 我們只要緊張三十分之一 比較不夠 所以等級以來 這幾任的市長 都親北做理工 做人 因為我們做北部 屬於北部的價值 相對的都比較減少 他給我們統大的第一分 就是送我們一個北部文化樓 北部文化樓 在我們沒有經過很多民意的 這種同意之下 冒然的 你別說八十四年 就他去那裡 所以造型 給我們北部 因為我們北部地區 我們的進步 根本就非常的吃滿 而且對我們身體健康 就非常大 我們台北市 每一年 每一天 根本是 加護垃圾 倒下來 一千斗 那四月廢棄物 就是說 還有工廠 企業 這些廢棄物也是一千斗 所以台北市一年 差不多有七十五萬斗的 垃圾產生 這七十五萬斗的垃圾 有百分之六十 在我們北部文化樓 所以 因為我是 柔衛出息 我就是在文化樓裡面 我就感受 文化樓 就像到那個 SK2 那個 SN2這樣 慢慢的那個 清洗 我們的身體 因為它是 冒險的 所以 年過回去 三年 五年 五年 現在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漸漸 所有 對我們身體的應用 就三省 有一個 部分 我們北部 尤其在文化樓 周遭的 所有的 我們敵犯 惠海 跟吃雞館 相關情報 是一般 年建屋的 三百倍 三百倍 所以 我們是自己 各醫院的統計 但是 我們看 沒有辦法 文化樓 因此 它燃燒的 運作 雖然說 二十五年 文化樓 都要處理 但是現在 我們做不到 因為 畢竟我們 家戶樂事 都要三千 就像說 我們要遷秘館 要遷租 要遷租 到哪一位 都有人要來 一樣的意思